第五十回 宿本园赌徒冲骗子 走长江就是赵夫人 那丫头先连出去 便听得有人问道 赵老爷在这里吗 丫头答应在 那人便先连进来 抬头看时 却是方一炉 大家起身招呼 只见他吃得满面通红 对众人拱一拱手 走到西边一看 哈哈大笑道 你们整整齐齐地摆在这里 莫非是摆来看的 不然何以热炒盘子 也不动一动呢 小云便叫取凳子让他坐 一炉道 我不是复习的 是来请客的 请你们各位一同去 小云道 是你请客 一炉道 不是我请 是带邀的 小云在身边取出表来一看 吐出舌头道 三下一刻了 是你请客 我便去 你带邀的 我便少赔了 月轻插嘴道 便是方老爷 也可以不必去了 外面西北风大得很 天已阴下来 提防下雪 并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 到外面去吹了风 不是玩的 一炉道 果然 我方才在外面走动 喊做了几个恶心 头脑子生疼 到了屋里 暖和多了 说着便坐下 叫拿纸笔来 洗个条子回了那边 只说寻不着朋友 自己也醉了 要回去了 写壁 叫外场送去 方才和采清招呼 彼此通过姓名 坐了一会儿便散席 月轻道 此刻天要快亮了 外面寒气逼人 各位不如就在这里谈谈 等天亮了去 或者要睡 床榻被窝都是现成的 众人或说走 或说不走 都无一定 只有刘采清住在城里 此时叫城门不便 准定不能走的 便说道 不然 我再请一席 就可以吃到天亮了 小云道 这又何苦呢 方才已经上了一回供了 难道 要再上一回吗 月轻道 那么各位都不要走 我叫他们 升一盆炭火来 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瓶 上好的雨前龙警茶 叫他们 咽咽地泡上一壶 我们围炉品名 消此长夜 岂不好吗 众人听说 都一起留下 一炉道 月轻一发做了秀才了 说起话来 总是调文 月轻笑道 这总是识了几个字 看了几本书的不好 不知不觉地就这样说起来 其实并不是有意的 小云道 有一部小说叫做《月花痕》 你看过吗 月轻道 看过的 小云道 内上头的人 动辄嘴里就念诗 你说他是有意是无意 月轻道 天下哪里有这等人 这等事 就是调文 也不过古人的成句 恰好凑到 我这句说话上来 不觉冲口而出的 既来用用罢了 不拘在枕上 在席上 把些沉言老句 银额起来 偶以为之 倒也罢了 却处处如此 哪有这个道理 这部书做得甚好 只这一点 是他的呲暇 采清道 听说这部书 是福建人做的 福建人 本有这念诗的毛病 小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众人忙问他笑什么 小云道 我才听了月清说 什么呲暇 心中正往那里想 呲暇者 毛病之文言也 这又是月清调文 不料还没有想完 采翁就说出 毛病两个字来 所以好笑 说话间 丫头早把火盆生好 茶也泡了 一起送了进来 众人便为卢品名起来 一炉与采清谈天 采清又谈起被骗一事 一炉道 我们若是早点相识 我断不叫采翁去上这个当 你道齐明如是个什么人 他出身是个外国成衣将 却不以成衣将为业 行径是个流氓 事业是靠赌局 从前犯了案 在上海县监禁了一年多 出来之后 又被我办过他一回 采清道 采清道 办他什么 一炉道 他有一回带了两个合肥口音的人来 说是李中堂家里的账房 要来订坐两艘小轮船 叫我先打了样子看过 再订价钱 这两艘小轮船 倒有七八千银子的生意 自然要应酬它 为免请他们吃一两回酒 他们也回请我 却是吃花酒 吃完之后 他们便赌起来 邀我入局 我只推说不会 在旁边观看 只见他们输赢很大 还以为他们是豪客 后来见一个输家输得急了 竟拿出装票来赌 也输了 又在身边掏出金条来 我心里才明白 这是明明局赌 他们都是通通一气的 要来赢我 须知我也是个老江湖 岂肯上你的当 然而但是毙了你 我也不为好汉 须给点颜色你看看 当夜局散之后 我便有意说 这赌牌酒很有趣 他们便又邀我入局 我道 今天没有带钱 过天再来 于是散了 我一想 这两艘小轮船 不必说是不买的了 不过借此好入我的门 但是无端端的 要我打那个图样 虽是我自己动手 不费本钱 可是耽搁了我多少事 若是别人请我画起来 最少也要五十两银子 我被他们如此玩弄 哪里肯甘心 到明天 齐明如一个人来了 我便向他们要七十两画图银 请他们来看图 明如邀我出去 我只推说有事 一连几天 不会他们 于是齐明如又同了他们来 看过图样 略略谈了一谈船架 我又先向他要这画图银 齐明如从中答应 说傍晚在一品箱 吃大菜面交 又约定了事业开局 我答应了 送了他们去 到了时候 我便到一品箱 取了他们七十两的装票 看看他们一般人都齐了 我推说还有点小事 去去就来 出来上了马车 到后马路照票 却是真的 连忙回到四马路 先到寻补房里去 那寻补头 我是向来认得的 我和他说了这班人的行径 叫他捉人 补头便派了几名包探寻补 跟我去捉人 我和那补探约好 恐怕他们这班人为齐 被他跑了一个 也不值得 不如等我先上去 好在坐的是靠马路的房间 如果他们人齐了 我置一个酒杯下来 这边再上去 岂不是好 那探补答应了 守在门口 我便走了 我便走了上楼 果然那中少了一个人 问起来 说是取本钱去的 一命让我点菜 严额了一会儿 那个人来了 手里提了一个 外国皮夹 嘴里嚷道 今天如果再输 我便从此借赌了 我看见人齐 便悄悄拿了一个玻璃杯 走到栏杆边 轻轻往下一丢 四五名探补 一拥上楼 入到房间 见人便捉 我一同到了补房 做了原告 在他们身边 搜出了不少的假票子 假金条 补头对我说 这些假东西 告他们骗则可以 告他赌 可没有凭据 说时 恰好在那皮夹里 搜出两个象牙头子 我道 这便是赌据 补头看了看 问怎么赌法 我道 但拿这个赌 还不算骗人 我还可以在他这里 拿出骗人的凭据 补头一压起来 拿起头子细看 我道 把他打碎了 里面有签 补头不信 我问他要了个铁锤 把头子磕碎了一颗 只见一颗又白又亮的东西 咕噜噜滚到地下 却不是签 是水银 补头这才信了 这一个案子 两个合肥人办了地界 还有两个办了监禁一年 起满驱逐出境 其名如侥幸 没有在身上搜出东西 只办了个监禁半年 你想 这种人 结交出什么好外国人来 采青道 此刻这外国人逃走了 可有什么法子去找他 易卢道 往哪里找呢 并且找着了也没用 我们中国的官 见了外国人 比老子还怕些 你和他打官司 哪里打得赢 德权道 打官司只讲理 管他什么外国人不外国人 易卢道 有那许多礼好奖 我前回接了家信 毕省那里有一片工地 共是二十多亩 一向荒弃着没用 却被一个土棍 瞒了众人 四两银子一亩 卖给了一个外国人 毕省人最迷信风水 说那片地上不能盖造房子 造了房子 与什么有爱的 所以众人得了这个信息慌了 便往县里去告 提那土棍来问 已经卖绝了 就是办了它也没用 众人又情愿 备了价买转来 那外国人不肯 众人又联名上控 省里派了委员来查办 此时那外国人 已经兴工造房子了 那工地旁边 本来有一排二三十家房子 单靠着工地做出路的 他这一造房子 却把出路色断了 众人越发急了 等那委员到时 都拿了香 还跪在委员老爷跟前 求他设法 一炉说到这里 顿住了口道 你几位猜猜看 这位委员老爷 怎么个办法 众人听得正在高兴 被他这一问 都呆着脸去想了办法 我道 我们想不出 你快说了吧 一炉道 大凡买了贼赃 明知故买的 是与寿同科 不知误买的 应该听凭施主 备价取赎 这个法律 只怕是走遍地球 都是一样的了 地棍 私卖工地 还不同贼赃一般吗 这位委员老爷 才是神明父母呢 他办不下了 去叫人家 把那二三十家房子 一起都卖给了外国人 算完案 一席话说得众人 面面相去 不能赞一词 一炉又道 做官的非但怕外国人 还有一种人 他怕得很有趣的 就一个人 为了一件事去告状 官批驳了 再去告 又批驳了 这个人急了 想了个法子 再聚个城子 洗得是 聚饼叫民某某 官见了 连忙传审 把这个案 判断清楚了之后 官问他 你是教民 信的是什么教 这个人回说道 小人信的是 孔夫子教 官道 没奈他何 说得众人 一起大笑 当下谈谈说说 不觉天亮 月轻叫起下人 收拾地方 又招呼了点心 众人才散 其实已经九点多钟了 我和德权 走出四马路 只见静悄悄的 绝少行人 两旁店铺都没有开门 便回到号里 略睡一睡 事业便坐了轮船 到南京去 到家之后 彼此相见 不过都是些 家常说话 不必多赘 停顿下来 母亲取出一封信 及一个大纸包 递给我看 我揭在手里一看 是伯父的信 却从武昌寄来的 看那信上时 说的是王祖乡 现在湖南办 捐局差事 前回借去的三千银子 已经写信 托他带我捐了一个 见生 又捐了一个 不论单双月的 候选通判 同工用了 三千二百多两银子 连利钱算上 已经差不多 将来可以到京引荐 出来做官 在外面当朋友 终究不是事情 云云 又续上 这回到湖北 是两湖总督 奏调过去 现在还没有差事 我看完了 倒是一证 再看那大纸包的 是一张建照 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 上面还填上个 五品弦 我道 拿着三千多银子 买了两张皮纸 这才无味呢 又填了我的名字 我要他做什么 母亲道 半个引荐 不知再要花多少 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 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 我道 几只不在这里 我敢说一句话 这个官 竟然不是人做的 头一剑 先要学会了 卑巫狗剑 才可以求得着差事 又要把良心 割过一边 放出那杀人 不见血的手段 才弄得着钱 这两件事 我都办不到的 怎么好做官 母亲道 依你说 季之也是 卑巫狗剑的了 我道 怎么好比季之 他遇了前任翻台 同他有交情 所以样样顺手 并且季之家里钱多 就是永远没拆没缺 他那后补费 总是绰绰有余的 我在扬州 看见张鼎晨 他那上运司衙门 是底下人背了包裹 脱了帽盒子 提了靴子 到官厅上去换衣服的 建了下来 又换了便衣出来 据说这还是好的呢 那比张鼎晨不如的 还要难看呢 母亲道 那么这两张照 竟是废的了 我道 看看吧 碰个机会转卖了它 母亲道 转卖了 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 难道 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吗 我道 这不要紧 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 可以改的 母亲道 虽如此说 但是那个要买 又哪个知道 你有官出卖 我道 自从前两年 开了这山西镇捐 到了此刻 已成了强弩之末 我看不到几时 就要停止的了 到了停止之后 那一般发官迷的 一时捐不及 后来空字懊悔 唐遇了我这个 他还求之不得呢 到了那时 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 姐姐从旁笑道 兄弟进来 进入了生意行了 处处打算赚钱 非但不愿意做官 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 我笑道 我这是退不了的 才打算拿去卖 至于拿官当货物 这个货只有皇帝有 也只有皇帝卖 我们这个 只好算是 饭店里买葱 当下说笑一回 我仍去料理别的事 有话变长 无话变短 不知不觉 早又过了新年 转瞬又是元宵佳节 我便料理到汉口去 打听的这天是 遗和的上水船 此时 遗和太古两家 南京还没有顿船 只有一家 因官场上落起见 是有的 我便带了行李 到遗和洋棚上去等 等不多时 只见远远的一艘轮船 往上水驶来 却是有顿船的一家 按想今日他家 何以也有船来 早知如此 便应该到他那顿船去等 也省了坐滑子 正想的是 洋棚里的人 也三三两两议论起来 那船也渐驶渐进了 顿船上也扯起了旗子 谁知那船一直上时 并不停轮 我向来是近视眼 远远的只隐约看见船名上 一个字是三点水旁的 那一个字便看不出了 旁边的人都指手画脚 有人说是这个 有人说是那个 有人说断不是那个 那个字笔画没有那么多 然而为什么一直上时 并不停轮呢 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 有个说是 恐怕上江那里出了乱世 运兵上去的 有个说是 不知专送什么大好老的那里的 有个说 怕是因为南京没有课 没有货 所以不停泊的 大家瞎猜瞎论了一回 早望见红烟囱的原河船到了 在江新庭轮 这边的人 纷纷上了滑子船 滑到轮船边上去 轮船上又下来了多少人 一会儿便听得一声铃响 船又开行了 我找了一个房舱 放下行李 走出观舱散座 和一般搭客闲谈 说起有一艘船 直放上水的事 个人也都不解 恰好那里买伴走来 也说道 这是向来未曾见过之事 并且开足了快车 我们这原河船 上水一点钟走12英里 在长江船里 也算头等的快船了 我们在镇江开行 他还没有到 此刻到被他赶上前头去了 旁边一个帐房道 他那个船 只怕一点货也不曾装 你不看他轻飘飘的吗 船轻了自然走得快些 但不知到底为了什么事 当下也是胡猜乱夺了一会儿 各自散开 第三天 船到了汉口 我便登岸 到蔡家港字号里去 一路上只听见汉口的人 三三两两的传说新闻 正是 直速长江翻簇浪 谁叫平地起酸风 不知传说什么新闻 且待下回再继